大家好 我是Dee Dee 大家好 我是Dee Dee 今天又是大家最愛的獨旅系列 這一次我要去花蓮 我真的超久超久超久沒去花蓮的 久到有點像是要第一次去花蓮的感覺 其實這個獨旅行程啊 我很久之前就排好了 這一次終於可以出發跟大家分享 那這一次呢要感謝甘迪蘭諾衣物芳香豆的贊助 不知道有沒有底下跟我一樣啊 是對氣味很敏感的 也會很在意啊自己身上散發出去的香味 我希望別人靠近我的時候 聞到我身上的味道會覺得這個很香香的 實際在家裡洗過幾次之後啊 真的覺得它的持香力很好 而且味道聞起來是很舒服的淡淡清香 那我晚一點呢再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挑選衣物芳香豆 還有我最喜歡的味道 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OK那如果你也想知道我這一次又帶你去花蓮的 哪些地方就繼續看下去吧 哈囉大家我已經到花蓮了 有點開心欸 真的好久沒有來花蓮了 一切的感覺都超級陌生欸 而且今天天氣還不錯欸 原本我剛來的時候還在下雨 然後現在就出大太陽了 讚讚 我今天是跟這一間灰熊租機車 這是我今天租的第一車 沒錯 我又租哥哥了 這個男生也太可愛了吧 然後我已經先到我今天住了就要放行李了 然後我今天住的這間旅店 我剛進去的感覺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你們一定也會很喜歡 我今天住的是這一間小洋房 這邊是他的廚房 他這邊就可以自己開火 下面的話有微波爐跟烤箱 哈囉大家我已經離開小洋房了 然後我現在要來吃午餐 現在已經有一點小碗了 已經大概一點左右了 然後我今天午餐要來吃這一家 咖哩郎 這個是我點的炸雞牛綠咖哩 然後還加了一個胡麻豆腐 然後他這邊的紅茶是可以無限序的 你看他的杯子也太可愛了吧 我已經吃完咖哩郎呢 我覺得就是還可以還可以 然後他的綠咖哩比我想像中還要辣很多 大家有感受到這個風很大嗎 其實我原本下一個景點是想要去海邊走走 但是我怕等一下下雨 所以我就先來了我今天排的一間下午茶店 這一間店叫做慕容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這一間的話是他另外一間的空間 整個超級有味道的 我要帶你們去看看他的廁所 真的是超級好笑的 他的廁所根本就是七彩年紅燈耶 在這種氣氛下上廁所不知道是什麼感覺 這個是我點的又花茶 然後他還有給一張茶卡 那茶卡的背面呢 他會教我們等一下要怎麼泡茶 然後他裡面已經幫我準備好茶葉 等一下他會給我水來泡這個茶葉 我現在要來喝我第一泡的茶 好香喔 但我覺得我不是多厲害的品茶的人 我只能跟你們說就是好喝不好喝 反正就是他喝起來非常的清爽 然後會有一個花香的味道 然後他旁邊這一個是你只要點茶 他就會附的一個多茶小點 然後我選的是黃豆餅 他就是絕餅 然後上面灑那個黃豆粉 我覺得他還蠻好吃的 哈囉大家我已經回到小洋房了 我快要船死了 我剛剛拿入我的行李箱爬到四樓 超級有級爆累 外面在下雨啊大家 我剛剛就是這樣冒著風雨回來的 然後我現在已經在我住的房間了 一樣帶大家來一個簡單的room tour喔 一進門呢這邊就是兩張單人床 床的對面呢就有一個小沙發 桌子然後這邊也有兩個插頭 基本上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簡單 然後溫馨的房間 喔對然後我住的這間是亞房 廁所的話在房間的外面 帶大家去逛逛廁所喔 就是一般的馬桶 洗手台 然後我覺得他地上的這個 絲磚很可愛 這邊就是淋浴的區域 還蠻乾淨的 有附洗髮精跟沐浴 喝一桌 香 其實我今天一直時不時的聞到我身上的香味 而且今天已經過了大半天了 它的香味還是在 那介紹完房間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乾滴 蘭諾衣物放香豆 剛收到產品的時候 我就挑了一罐我喜歡的香味 想出來洗洗看 結果那次洗完之後 我每一次洗衣服都要加衣物放香豆 因為我太喜歡衣服洗完 有那個香香的感覺 前一陣子我出門工作一整天 晚上到家要換睡衣 脫衣服的時候就有聞到衣服身上的香味 我才想到說 這件衣服是用蘭諾的方香豆洗過的 我這次帶來的衣服也是用方香豆洗的 這很香很舒服的味道 那它會這麼持香啊 是因為它裡面有智慧的鎖香因子 可以讓香味鎖在衣服裡面 不管是衣服啊床單 抱枕還是毛毯都可以使用 隨時隨地都在那個香香的氛圍裡 衣服放香豆了 目前總共有五種香味 青檸子羅蘭和甜柔色香 是新款的香味 那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香味是這一個 清晨草木 清晨草木味道我覺得聞起來很清新 我覺得很像衣服曬過太陽之後剩下的味道 而且聞到這個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會讓我想到 我之前在小琉球的沙灘上曬太陽的畫面 就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就很想要再找時間回去島上 另外它還有衣物柔軟芳香豆 這款裡面加了固態柔軟劑 可以讓衣服軟軟然後又香香的 尤其是洗毛毯或者是洗被單 這一類比較貼身的東西 如果洗完有那種很軟綿的觸感 然後再加上香味的輔助 使用上也會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那我喜歡的味道是薔薇菱藍 因為我自己平常就會在房間點藍風鈴蠟燭的習慣 所以在試聞的時候就覺得這一罐的味道很熟悉 它是一種不會過甜的花香味 也因為它有添加柔軟因子 衣服洗完之後會更蓬鬆 比較沒有皺褶 香味挑選上大家也不用擔心 它蓋子上面都有小洞可以試聞 去通路購買的時候 只要擠壓它的瓶身 就可以聞到衣物芳香豆的味道 然後選擇你喜歡的香味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它的使用方法 先把芳香豆倒入杯蓋 測量你要的用量 再來倒入洗衣機的底部 再加入洗物啊或是洗衣精 就可以開始洗衣服啦 大家一定要記得要先放芳香豆 然後再放衣服 就像我開頭說的啊 我自己是很在意我身上散發出去的香味 所以基本上啊 有出門都會噴一點香水 但常常會有忘記噴的時候 開始使用藍諾衣物芳香豆之後 即便我出門忘記噴香水 身上也是可以散發出淡淡的香味 從生活中去注意這些小細節啊 也可以讓別人對你的印象更好 好累喔 哎呀好狼狽啊 哈囉大家 我現在要準備走路去吃飯了 因為在下雨 所以我想說我走路去我吃飯的地方 我就懶得騎車了 下雨跟騎車我也會怕怕 怕會打滑 到了到了 我要來試試這一間家樓下 這杯是我點的鮮奶茶 我點了牛肉麵蘭 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呢 旁邊有酥辣椒 炸菜跟牛油 還有半顆鐵蛋跟毛凍 我先來吃這個鐵蛋 它鐵蛋滷的超綠味的 我覺得它的牛肉麵還蠻好吃的耶 就是紅燒的味道很夠 然後它的麵是 比較粗的那種大麵 吃起來比較有嚼勁 它超誇張的 它牛肉超大塊 你看它牛肉有多大塊 它牛肉已經滷到超入味 超快你要先吃兩顆無花果 我第一次吃過 就是 無花果的水果味 很像是吃果乾 啊直接吃嗎 直接吃 不用剝皮 嗯 吃起來好像水蜜桃耶 有點要不得了 對啊 但是好 比起來又好吃 因為它看起來不太好吃 我們再來 哈囉大家 結果吃完晚餐回來 就開始處理一些別的東西 然後也因為太累 然後忘記做結尾 那我個人覺得呢 我非常喜歡家樓下這家店 剛吃完的時候 會跟老闆娘在那邊聊天 反正我覺得這家店 就是一個非常人情味的店 然後東西也很好吃 我明後天如果有空的話 想再去試試看他們的那個雞湯 我跟你講大家 那第一天的行程就 差不多到這邊 我等一下就要去睡了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請忘按一個喜歡 然後再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了追蹤我的臉書 還有IG 下方的資訊欄都有連結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拜拜 拜拜 我已經到我間 的 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 的的的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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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